男人刚要举枪射杀对方 下一秒十几人带着摩托去原地爆炸 努哥还在惊叹火箭筒的威力 他们有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也必须尽快赶回亚历山大 所以他们没时间跟这些人浪费时间 他们只记住了对方叫一根 为了不让走肉涌入房间 瑞克一无反顾地推开了房门 面对数以万计的走肉他丝毫没有畏惧 因为此时的他有自己要保护的东西 见此屋内的众人决定出去协助瑞克 就算他们知道这次一行凶多吉少 就算他们知道自己可能因此丧命 此时的瑞克不止一人在战斗 其他房间内的眼睛一直在注视着他们 神父剑慈也将手中的宝宝交给了别人 而自己则拿起砍刀转身离去 没错 是瑞克他们给了自己勇气 让他们敢于面对这残酷的漠视 从没杀过走肉的油精这次也站了出来 他们其实很怕 但他们别无选择 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此时的格伦也带着伊尼去 就被困在哨塔上的马迹 为了不让走肉将哨塔推倒 格伦用肉体吸引走肉的主 但格伦这一举动无异于是送死 他根本没给自己留退 在被走肉包围之前还一直叫马迹快跑 马迹却只能站在哨塔痛苦哀嚎 此时突然一阵枪声将格伦救下 是小胡子和黑妹 所有人都没有放弃 他们都在为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战斗 就算付出自己的生命 达里尔直接将油罐车的油注入水滩 随后一发火箭弹点燃这无尽的黑影 大部分走肉都被火光吸引走入水滩 众人的斗志也被这冲天的火光再度加热 所有人拼尽全力清理这眼前的走肉 硝烟过后他们也劫后余生 所有人类的基本无法起身 而此时的瑞克一直守在卡尔的床前 祈祷奇迹的发生 没错 瑞克的眼中有光 是希望之光 是他将卡尔的生命再次点燃 未经许可写 了解